这个老太太不简单,零下十几度的冬天穿魅心,竟然还浑身发热吹风扇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老太太究竟是得了什么病呢?新来的朋友可以长按两秒点赞支持一下,咱们接着往下讲,这位老太太名叫袁立青今年七十岁,有一年的冬天,四川省自贡市出了一件稀罕事,这一天的气温特别低,上街的人都裹得严严实实,还戏着大围巾穿着厚大衣, 可是这里出现了一个老太太,她就是袁大姐,仔细一看老太太的穿着,大伙顿时她就炸开了锅,大冬天这位老太太却光着膀子穿个背心,她这葫芦里卖的是哪门子的药啊?当时有细心的人就注意到了,这位老太太只会微笑,半天她都不开口说话,这样路人和邻居们都猜测,这个老太太是不是精神有问题,但是老太太浑身上下穿的也挺整齐,不像是智力有问题的疯子,而且再过一会儿, 老太太开口说话,听上去也是一个正常人,可是跟据了解老太太穿背心,那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,而是整个冬天她都穿,这就更让人想不通,明明不是疯子,那怎么就跟背心盪上了? 大伙就猜测这个老太太,是个很有勇气的行为艺术家,这么冷的天光着膀子穿件背心,就是火力旺的年轻人她也受不了,那么老太太的目的是什么呢? 这个老太太不简单,零下十几度的冬天穿背心,竟然还浑身发热吹风扇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老太太究竟是得了什么病呢? 这时候老太太说话了,紧接着她开始澄清了,说她自己没有多少文化,她不会搞什么行为艺术,这次上市场的目的很简单,就是给自己买件衣服,还指定要买夏天穿的那种单背心,面对大伙的炒作质疑,袁大姐就把记者们带到了自己的家里面,一进门记者就惊待了,原来老太太睡的这张床看起来非常有个性, 大冬天还睡凉席甚至连单子都没有,老太太很肯定地告诉大家这是真的,袁大姐一到冬天就觉得身上热得不行,别人穿棉袄可她连长袖都穿不住,至于这个棉被什么的,她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盖过,就算这样零下几度的低温,还得用电风扇呼呼地吹,老太太自己那是舒服了,可家人那就遭罪了,而且家里的门窗统统都得打开,到了医院医生就怀疑她的中枢神经出了问题, 你比如说中枢神经只对热的信息有反应,对冷的信息她没反应,那她当然只能感受到热,所以老太太夏天没有如此反常,只能感觉到热而感觉不到冷,那么老太太真的是中枢神经的问题吗? 这个老太太不简单,零下十几度的冬天穿魅心,竟然还浑身发热吹风扇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老太太究竟是得了什么病呢? 经过详细的检查,老太太的中枢神经正常,这下医生那可就皱眉头了,既不是瘧疾神经也没有出现病变,那还有哪出了问题呢? 这时候发现老太太的饭量特别的大,而且还特别能干,老人家今年七十多岁了,可她不愿意让儿女们养自己,要靠双手赚饭,袁大姐就每天去翻垃圾,把这些东西挑选出来拿出去买,一百多斤的重弹一下就扛起来了,可见袁大姐的体力特别好,既然西医看不出名堂,就来找找中医瞧瞧,一问袁大姐原来袁大姐小时候经常吃露蓉, 露蓉吃了过后就是能够使人发热,长期服用露蓉那可以让人火力旺不怕冷,原来袁大姐小时候,自己家是中医世家祖祖辈辈都是做中医的,小时候就给自己配了露蓉吃,所以现在的体质就变得阳气旺盛,再加上袁大姐经常劳动,自然身体上就会比别人更加热,由于过了太长时间老太太想不起小时候吃的药方,这种病就很难对症下药,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之内说出自己的看法,长按点个赞你会发现惊喜,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,我们下期再见